好 謝謝 謝謝 那這邊也請把握時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今天可能讓大家希望多聽 所以要耽誤大家比較多的時間 喂 不好意思 不然時間有限 我盡快 我是聯盟總幹事 我姓劉 我想這邊請教一下 愛瑞賽爺爺 可不可以給我們居民一個承諾 因為長期讓下來15年 居民每一年慈濟偷偷送看 大家要大動員 那居民不像慈濟有這麼多的職工 大家平常都要上班 回家還要出飯 那我每天下班回家 每天都晚上12點 還要會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還要開會 大家要討論自己來討論 因為居民也很擔心 那如果慈濟能夠在這邊 就給我們一些承諾 我讓居民可以給我每一年 都這樣大動員來跟慈濟這樣倒退 那我相信居民心裡會好很多 那 我很支持前面潘先生的體驗 是不是很多專業的議題 居民各說各話 慈濟也說你們一趟 那乾脆我們就來環評 那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當環評結果過了 那我們居民當然心中了一塊大石頭 有一個報告 不用在這邊 大家兩邊居民在居民之間 大家互相對比 大家也都是好人的居民 那居民跟慈濟也在對比 那大家也是好人的居民 那何必要這樣 那資料拿出來 我們就來做環評 那再來是 就是希望慈濟能夠辦公 資料拿出來 把報告書打出來 把地質要專案報告回出來 讓居民可以翻閱可以看 那我們了解 慈濟內容的資料 就是透過你們的簡報 或是透過你包裝後的那些話術 那我們可以看到更真實的面貌 那到時候居民要再來做判斷 就會更貼近真實 那你希望幾點 希望慈濟這邊可以給我們承諾 那不要讓居民 每一次你們辦一個說明 過來我們都要當動人一次 這樣真的很貝 謝謝 謝謝 謝謝